停在路邊的藍色機車 車頭整個斷裂 往後傾斜90度 而後照鏡也被撞到不見 而造勢的就是這台 停在路邊的挖土機 3號下午5點多 周姓騎士載著兒子要回家 騎車行進中船路 沒想到怪獸手臂突然掉落 就這樣不偏不倚的 砸中機車車頭 對 我說 你知道嗎 就這個掉下來 怪獸是拉到左彎 對啊 盜管 那個 前面那個挖土那個是掉下來的 警方時候調查 怪獸之前有故障送修 當天拖車再回事故現場 疑似油管突然爆裂 怪獸手臂直接墜落 剛好砸中騎車經過的周姓副子 造成兩人身上多數擦傷 那一部小型怪獸 由運送的工程車 要死下地面時 那怪獸手臂 疑似故障 手臂掉落地面 不勝撞擊路過的機車 那造成人車倒地 機車騎士跟後座小孩 身上多處擦傷 本所援警聚報檢訪處理 協助消防人員送醫 所幸傷勢 並無大礙 那造勢者承諾 負責一切的賠償 好在周姓副子送醫檢查之後 沒有大礙 而闖禍的怪獸駕駛 當下承諾會負責到底 只是好加載怪獸手臂 當時命中的是機車的龍頭 沒有打到人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導